來我們來看這題喔 麻煩你用散術表1 求出下列各式支持 來實際上第一小題 ROCK1.63怎麼算 麻煩用查標法 什麼叫ROCK1.63 左邊看16 好不好 左手邊看16 對過來三個一番 所以說1.63是幾 2122 所以說左邊是16 上面是幾 3 1.63 所以左邊對16 上面對3 所以對出來是2122 所以說答案就是0.2122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說1.63你就查 左邊是16 上面是3 對出來那個位置就是1.63 對吧 他是2122 所以0.2122就出來了 好 麻煩你再去算 LOCK16300 這怎麼算 因為我已經知道1.63了 所以算16300的時候 我以1.63為分解 來 乘算12幾次 我們以前 國中時 好不好 有沒有學過科學技法 有吧 所以1.63可以寫成12幾次 你看小數點原本在這邊 往前進1234 往前進4位 所以乘算124次 這樣行不行 如果寫到這邊 1個LOCK相乘 老師可以再把它拆成 2個LOCK加 變LOCK1.63 變LOCK1.63 再加上LOCK124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1個LOCK相乘 老師可以把它拆成 2個LOCK相加 加起來 誰回答我 剛才講過 LOCK1.63是0.2122 2個LOCK124次 4 所以加起來 4.2122 想行不行 來 這也是一樣 來 這怎麼化解 麻煩你後 因為剛才已經算過 1.63了 所以說 算這個時候 一樣 麻煩你 把化成1.63 以1.63為基準 告訴我乘算12幾次 你看小數點原本是在這邊 就變成1.63 所以小數點往後退 1 2 3 4 我後退幾位 4位 所以乘算12 不是4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 老師可以知道 1個LOCK相乘 老師可以拆解成 2個LOCK相加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1個LOCK相乘 我可以拆解成 2個LOCK相加 寫到這邊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 LOCK1.63事情 0.2122 加算LOCK12 -44是幾 -4 所以算出來 是-3.7 8 7 8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算出來 -3.7 7 7 8 2個LOCK 2個LOCK 這樣行不行 來 哪怕你這時候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0.1673 你看一下 怎麼查 你先查一下 數字是1673的 有沒有 1673 有 在哪邊 左左邊是14 上面是7的地方 有沒有 最出來是1673 所以左邊是14 左邊是14 上面是7 所以說147 所以X可以寫成1.47 1.47 是不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LOCK1.47 0.1673 行不行 所以說有這個觀念來 好不好 阿斯拉寫下來 換句話說 LOCK1.47 0.1673 好 麻煩你利用這個數字 再去把Y和L找到 怎麼找 那你看一下 這LOCK1 不動 這0.1673 跟這1673 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它可以寫成3 加上0.1673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這個LOCK1 我們先不動 來 什麼叫3 配合LOCK以10為底 對吧 這3 可以寫10了 3次 對吧 加3 這個LOCK 0.1673 剛才講過 會成LOCK多少 1疊 4 7 會成1疊 4 7 那喜好這邊 兩個相加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兩個相加 老師可以合併成一個怎樣 相乘 所以說可以寫成1.47 乘上12幾次 3次 懂啊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我的Y 寫出來是1.47 乘上12幾次 3次 知道了 所以12三方是幾 1000嘛 所以說可以寫出 1470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Y就出來了 再來 第六小型 一樣 這怎麼做 老師要寫過來 LOCK1等於幾 來 LOCK1是等於幾 其實你不要被他騙的 老師 負的2.8327 怎麼算 負2.8327 怎麼算 其實齁 你觀察一下下 好不好 在我們LOCK單中 有個 在我們LOCK單中 你觀察這負的2.8327 他怎麼改 你去想像一下齁 他寫出來自己 負2 減掉0.8327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你看清楚 好不好 這寫出來 因為我們的條件 是這個條件 好不好 老師慢慢來好了 負的2.8327 他可以寫負的2加3 0.8327 這樣行不行 所以如果LOCK1怎麼寫 所以2.8327 是負的2加3 0.8327 他可以寫負2 減掉0.8327 這樣行不行 好 因為我們的條件 是這個 你看一下 你把它加1 行不行 這邊加1是這邊怎樣 減1 然後所以得到LOCK的例子 負3 加3 負的0.8327 加3 是幾 0.16 6 7 3 跟他有沒有一樣呢 有 所以LOCK例怎麼寫 怎麼叫負3 負3 可以寫12幾次 負3 4 行不行 加3 怎麼叫0.1673 0.1673 可以寫LOCK多少 1.47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首先老師再來一次 老師你在幹嘛 首先看到負號的時候 麻煩先把它拆開 變負到2加3 0.8347 變成負2減掉0.8347 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子拆開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得給的對數值 這個小數點都是正數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時候要把這小數點變成正數 把它加1這邊減1 就可以得到負3加3 0.1673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因為題目的條件 這小數點都是正數 所以說負2.8327來講 把它開始負到2加3 0.8327 所以說負2減掉0.8327 把這小數點變成正數 是吧 加1 加1是這邊減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嗎 可以嗎 寫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知道 LOG例4幾 LOG例4幾 這兩個相加 有沒有看到 老師可以合併成 一個LOG加 相乘 他可以合併成 1.47 乘上12幾次 負3次 所以說 例 等於1.47 乘上12幾次 負3次 好不好 OK 先把它乘乘看 算算是0.00147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16-34 對吧 所以說原本是他的 小數點 我還欠123 順便0.00147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